1928年,美国洛杉矶一处荒远偏僻的临床前,小男孩伤口地在警察的合影下,拿起铁桥开始挖掘,随着雷里白骨重见天日,一期骇人听闻的连环杀人案也浮出水面,这期震惊全美的凶发案,还要从一床儿童失踪案说起,克里斯汀是一个单亲妈妈,独自抚养着9岁的儿子沃特,她十分宠爱儿子,儿子就是她生命的全部,她是个街线人主管,平日里工作很忙,她是个街线人主管,平日里工作很忙,她是个街线人主管,平日里工作很 这天下午她需要临时加班,儿子搁着窗户和她挥手告别,克里斯汀在通行站里一直忙到傍晚时分,等她匆匆赶回家后,儿子已经不见了中意,她找了很久也没有找到她,只好打电话报了警,面对这个身心颤抖,心急如焚的母亲,警察就说了,儿童失踪超过24个小时,他们才会派人收救,在她不断的哀求下,警察大一第二天早上被派人过去,可她不知道的是,彻夜无冕后,判来的并不是救星,而是温神,警察接手了案件,过来两个星期依然没有任何进展, 设局牧师普斯塔夫得知此事后,通过无线电呼吁公众,关注克里斯汀儿子的失踪案,同时揭露和痛批了洛杉矶警方的贪婪和腐败,警察提到戴维斯听到后,默默地关上了收音机,往后的四个月里,克里斯汀心力焦脆,度日如年,上班至于,不断打电话给各个警局,询问儿子的消息,直到有一天,警长琼师来到公司,向他宣布了一个好消息,他儿子还活着,警察已经把他解救了出来,心思来得太突然,克里斯汀颜面而泣,随后他被带到了 火车站,他将在这里和儿子重逢,文雄赶来的记者们把火车站围的取写不通,克里斯奔向近站的火车,想要快点看到日思夜想的儿子,可当对方把一个小男孩领到跟前时,他一下子就傻眼了,他脱口不出,这不是我儿子,雄师听到后就劝他说,你肯定是太紧张,出现了认知偏差,他的样子也可能长变了,小男孩抱着姓名的地址丝毫不差,他忽然就抱着他喊妈妈,旁边的记者们纯纯一动,准备大肆报道这一皆大欢喜的新闻,警察局长和警员们 也都准备好去迎接青花和掌声,在这个结果眼上,克里斯汀却说这不是他儿子,这就是当众打警察局的脸啊,在穷师的威逼诱导下,克里斯动了彻影之心,还没来得及分析其中厉害,就稀里糊涂地认了一个假儿子,在记者的相机前,克里斯汀勉强挤出了一时微笑,可他带回家的根本就不是沃特,短短五个月,一个母亲怎么可能认不出自己的孩子,而且他给儿子量的身高标记,比小男孩足足高了三英寸,第二天,克里斯汀就去警察局找穷师警官反映情况, 穷师把他领进办公室,千方百计地劝他接受这个现实,并斥责克里斯汀,心想逃避作为一个母亲的责任,而克里斯汀担心的是,自己的儿子失踪后生死未捕,警察却这样吵吵地截了案,不再继续搜寻,可无论他怎么哀求,穷师依旧无共医生,克里斯汀只能无奈地离开,然而麻烦才刚刚开始,第二天,警察局派了医生到克里斯汀家,面对孩子变暖的事实,临生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,他说可能是精神创伤,导致孩子的脊椎出 出现了收缩,今天克里斯汀提出的疑点,他都做出了合理的医学解释,他还牵着小男孩,用了一套颠倒黑白的说辞,去游说周围邻居,小男孩还一直喊他妈妈,克里斯汀终于爆发了,请求男孩不要再说谎了,和那个男孩却异乎寻常的冷静,没有任何回应,此时警察局已经先下手为强,在报纸上看了引导人,起头把克里斯汀抹黑成一个抛弃而至的不良母亲,像他这样一个柔弱的女人,根本无力和势力庞大的警察局对抗,直到牧师普斯塔和主动� 请他伸出了联手,牧师向他揭露了洛杉矶警局的种种黑幕,那是一个充斥着贪污腐败,暴力犯罪,和恋杀无辜的地方,他们垄断经营大话横财,绝对永远有反抗和异议的存在,而克里斯汀的诉求就等于是在拆他们的台,随着在牧师的洗手下,克里斯汀给小男孩做了鉴定,儿子的牙医告诉他,窝特的门牙间有齿缝,小男孩却没有,不听过手术,齿细无法合容,和小男孩的牙齿没有任何切出痕迹,在去学 小男孩连自己的老师和客桌都认不出来,就这样克里斯汀拿到了两份关键证词,最后他召集记者,讲述了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,而这一举动等于是在向洛杉矶警方宣战,琼斯得知后大为恼目,派人把克里斯汀请到了警察局,警告无果后,他肆意手下把克里斯汀冲到精神病院,琼斯还出具了报告,声称他患有受迫害妄想症和认知错微症,被带到精神病院后,克里斯汀极力想要说明情况,然而这里其实是警察局的刑防,专门整治那些不听 在这里克里斯汀受到了受辱和哭喝,伤心备受悲惨,用餐的时候,一个名叫卡罗尔的妓女主动跟他搭讪,他若有一个嫖客老是打他,于是他投诉了那个男人,后来还知道那个男人是个警察,于是他就被送到了这里,这里很多女人都是因为得罪了警察而被迫害,院长强迫克里斯汀签署声明,承认的是自己在说谎,克里斯汀拒绝签字,医生故事一年晚上将他按住,往他嘴里塞震惊机,卡罗尔出手相救,却被拖进了电机室,即使是这样,卡罗尔一度鼓� 以克里斯汀,永远不要放弃斗争,与此同时,洛杉矶怀恩威尔一个偏僻的农场里,莱斯警探抓捕了一个从加拿大偷渡而来的少年饭,男人名叫桑福德,和表哥高顿住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农场里,莱斯原本只是想把他遣送回加拿大的,可他的反抗却很激烈,在看守所里,桑福德回想起了一幕幕恐怖的场景,他请求和莱斯见面,需要当面告诉他一件非常重要的事,接下来这个小男孩说的话,差点惊掉了莱斯的下巴,他说他表哥高顿其实是一个变态杀 已经杀害了20个孩子,他的表哥限制了人生自由,被迫人为了帮凶,高顿开着汽车到处寻找猎物,一旦发现落单的孩子,就会千方百计诱拐他们上车,当他们发现车上还有一个孩子时,往往就会掉以轻心,最终塔上不归之路,回到农场后,高顿就会惨无人道的虐待和杀害那些孩子,高顿还胁迫他动手杀人,否则就会杀了他,桑福德深居内下地讲述着自己的恐怖经历,他害怕自己死后会下地狱,也害怕高顿再次找到他, 每天他都活在无边的恐惧和痛苦之中,等他情绪稍微平复后,莱斯拿出失踪儿童的照片让他辨认,在他确认了几个孩子里,其中就有克里斯丁的儿子沃特,莱斯震惊万分,嘴里不自觉地骂着各种脏话,他觉得事态严重,不许马上承报给警局领导,他从事警长接到电话后,认为他是等无言乱语,因为他秘密地将那个孩子家姐回来,不许走漏半点放生,不久后莱斯把小娘孩商服地带回了警局,他没有沃特的照片,他心中的正义感和良知被 激发,他截住桑福德,偷偷把他带出了警局,再次驱车返回民场时,这里早已空无一人,就在几天前,察觉到不妙的高顿早已坐上火车,潜逃回了加拿大,桑福德指认了埋尸地点,随着楼里白骨露出地面,目睹这一幕的警察们全都睁大了眼睛,莱斯随即下令召击周边所有警力,立刻发布信息通缉高顿,桑福德遇在地上痛哭不已,莱斯在一旁默默地安慰他,这片土地埋葬了20个孩子的尸体,同时也埋葬了他 颤抖的灵魂,第二天在精神病院了,院长再次传破克里斯汀签署声明,克里斯汀将院长臭骂一顿后,接着便被护士们拖走了,莫斯带着人前去解救他的时候,护士们净准备给他上电行,莫斯递给院长一份报纸,男人维尔沙东案已经登上了报纸头条,看完报纸后,院长这才同意释放克里斯汀,就跟这个掌存者的阴犬,心里也略过了与时震惊和愧疚,刚走出牢门,克里斯汀就听见暴桐在叫卖沃特被害的形容,他� 看倒在了与时怀里,案发后,沃沃基警方颜面扫地,琼斯警长依然死不认错,居然只想舍住宝鸡,让琼斯自己被黑锅,与此同时,在来世的审问下,冒牌沃特终于说了实话,曾经有个流浪汉说他长得很像失踪儿童沃特,他假冒沃特来到沃沃基,只是为了见到他最喜欢的明星,此时已经逃回加拿大的高顿,想在姐姐家暂避风头,可姐姐一家人并不想踏步这个丧心病毒的杀人恶魔,他忍住高顿后,丈夫随即打电话报了警, 大批警察赶到后将他抓捕归案,他脸上蛮似诡异的笑容,克里斯汀被释放后回到了家里,琼斯塔为他请了律师,警察局正在积极运作,想中这次危机中脱身出来,他们打算把责任全部推到那个杀谎的小人孩身上,还准备以个人安全为由,将克里斯汀囚禁隔离,克里斯汀先下手为强,对琼斯警长和警察局提起诉训,他们拿到法院实行任后,赶到了精神病院,把这里正在遭受迫害的女性全部解救了出去,洛杉基市议会同意调查审理这起案件 开庭那前,身世浩大的游行队伍都来信远克里斯汀,高顿被法警带上来后,他冲着克里斯汀笑道,我在报纸上见过你,敢跟警察对着办,你真的很有大量,随时检察机关出示了大量的人证和物证,证实了高顿就是连环杀人案的真凶,而本案的另一个被告人,琼斯警长在法径上依然是百般抵赖,他说克里斯汀是被护送到精神病院的,而非强制遣送,接着律师出示了关键证据,关份精神疾病鉴定文件,上面有琼斯的签字,面对铁 证实还想诡言狡辩,律师愤怒地斥责道,他在跟死神争夺自己而自的生命,一个可能还活着的孩子,而你却在浪费宝贵的时间,还拒绝承认错误,你把他送到精神病院的时候,有20个孩子在农场里被残忍地杀害了,随后通过调查,那个假扮沃特的男孩人叫亚瑟,住在爱荷华州,他的亲生母亲正准备把他接回家,亚瑟告诉理官人群,是警察教他那么说的,都是警察的错,几天后经过委员会授权和陪审长合议,法官当庭做出宣 判,免除警察局长所有词语,将琼师逐出警察队伍,勇格入用,高顿一级谋杀罪名成立,他将被单独关押两年后执行侥行,当法锤落下之时,那一声撞击好像砸在了克里斯汀的心上,一瞬间,虚辱,心痛,懊悔和喜悦一起涌上心头,人类在意,然有意志,总以两年时间过去了,就在高顿执行死神前期,他通过监狱房发来电报,说想当面向克里斯汀说明真相,当克里斯汀天一条条赶到监狱后,高顿可失言了,他说他只是想 想试探一下,没想到克里斯汀真的会来,现在他不想再见到克里斯汀,也不想跟他说任何话,克里斯汀早已愤怒至极,他教住高顿领衣服,大声质问他,又没有杀害自己的儿子,高顿始终不肯回答他,他歇斯底里的咒骂这个毫无人性的杀人狂,直求死刑的那天,克里斯汀也去了现场,这个以杀人为了的恶魔被送上绞型架驶,双腿打颤,狗哭很好,也许在这一刻,还能真正感受到那些无辜的孩子们死前的恐惧,随着开关拉动,在痛苦的挣 中,他罪恶的一生被终结,转眼又过了五年,一个侥幸逃脱魔掌的男孩被警察找到,克里斯汀和男孩的母亲都赶到了警察局,男孩讲述了事发当天的遭遇,他被学习到影场后,和其他孩子一起被关在了机灵里,夜里他们发现铁丝栅栏松了,于是掀开一个洞口逃了出去,因为洞口太小,他被卡住了,他救死惊动了高顿,莴特折返回来救他,却耽误了逃跑的最佳时机,高顿发了疯一样拿着猎枪向他们射击,在逃跑时他们走散了,他 他沿着大路一直跑,一直跑,就像搭上火车侥幸逃脱,他也不知道沃特和另外一个男孩后来怎么样了,他被吓坏了,就不如愿意活了五年,由于害怕再来抓回去,所以他没敢告诉任何人,直到他从广播里听到农场里发生的事情,现在他很小的爸爸妈妈特别想回家,他让他们一家人羡慵而泣,或者是听脸泣不成声,他想或许儿子跟这个男孩一样,是因为害怕,所以到现在他没有回家,那天晚上有三个孩子逃了出来,如果有一个人逃脱了,那么其他两个, 至少会有一个能逃出来,不管怎样,今天的事,我们还有一些以前没有的东西,那就是希望 万子瑜是克林赫·伊斯特伍德2008年上映的作品,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,原型就是震惊全美的怀恩威尔·涅沙尔同案,正因借助这一案件,早中展现了个人对抗强权的走心,这样的故事想想都然觉得不寒而栗,你的孩子失踪了,你把戏面交给了正义的回忽, 可换来的却是石沉大海的等待,终于等来了好消息,却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场阴暖之争,你在为孩子的生命担忧,同那些你所信念的执法者却在为他们的意义担忧,他们有的是办法让你有口说不出,即使你说出来了,他们也有办法让你的话变得不可信,就像电影中所说的那段话一样,你表现得越正常,看起来就越疯狂,要是你多笑,你就是妄想,或者承诺作方,要是你不笑,你就是意义,要是你忠目,你就是情绪孤立,你就换有钱币, 在紧张症,这就是强权的可怕之处,他让你孤立,他让你白口默便,可还好,这世界渴望光明的人,永远比渴望黑暗的人要多得多,莫斯卡罗尔,莱斯警探和那些站出来反抗强权的人们,要相信每个人心中都有正义,只不过他们都需要一个释放的契机。